历代至上第一章 亚当、赛特、以诺氏、盖南、马勒列、雅列、以诺、马土萨拉、拉麦、挪亚、挪亚生闪、韩和亚福 亚福的儿子是戈灭、马格、马代、雅丸、土巴、米社、提拉 戈灭的儿子是亚时基拿、迪法、陀加玛 亚丸的儿子是以丽莎、他师、基提人和多丹人也是他的子孙 韩的儿子是古时、埃及、福和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肥拉、萨福他、拉玛和萨福提迦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和迪旦 古时又生宁禄 宁禄是世上第一位英雄 埃及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福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和加斐托人 从加斐托而出的有非利式人 加南生了长子西顿、又生鹤 他的子孙还有 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悉尼人、亚瓦底人、喜马利人和哈马人 闪的儿子是以兰、亚树、亚法萨、路德、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护勒、机铁、米舍 亚法萨生沙拉、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世人就分散各地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沙列、哈萨马非、耶拉、哈多兰、乌萨、德拉、以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肥、哈肥拉 这些人都是约滩、亚法萨、沙拉、西伯、法勒、拉武、西路、拿赫、他拉、亚伯兰 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萨和以什玛利 以下是他们的后代 以什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他其余的儿子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马萨、哈达、提玛、伊图、拿菲斯、基迪玛 这些人都是以什玛利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所生的儿子就是 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新兰、约山、米旦、米殿、伊诗巴、舒亚 约山的儿子是士巴和底旦 米殿的儿子是以法、以福、哈诺、雅比达、以勒达 这些人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生以萨 以萨的儿子是以嫂和以色列 以嫂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施、亚兰和可拉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和亚玛利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和米萨 希尔的儿子是罗滩、硕巴、祭辩、雅拿、底顺、以查和底山 罗滩的儿子是和利、和曼 罗滩的妹妹是廷纳 硕巴的儿子是亚勒 马拿辖、马拿辖、以巴禄、是非和阿南 寂便的儿子是亚雅和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 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伊士班、亦兰和基兰 以查的儿子是碧汉、萨藩、耶雅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和亚兰 以色列人没有君王统治的时候 在移动地做王的有以下这些人 比尔的儿子比拉 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了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曰巴 接续他做王 约巴死了 来自提曼地的护山 接续他做王 护山死了 比达的儿子哈达 接续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押的田野 击败了米店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雅卫德 哈达死了 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王 桑拉死了 来自右发拉底河旁边的利和伯的扫罗 接续他做王 扫罗死了 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 接续他做王 巴勒哈南死了 哈达接续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伊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米萨河的孙女 马特列的女儿 哈达死了 以东人的族长有廷纳族长 雅勒瓦族长 耶铁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米比萨族长 马基迭族长 以兰族长 这些人都是以东的族长 历代至上第二章 以色列的儿子是刘本 西勉 利位 尤大 以撒加 西布伦 旦 约瑟 汴亚敏 拿弗塔利 迦德和雅舍 尤大的儿子是尔 俄南 俄南 和士拉 这三人是迦南人 苏亚的女儿所生的 尤大的长 尤大的长 尤 行耶和华 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 就使他死去 尤大的媳妇 他妈 给尤大 生了法勒斯 和谢拉 尤大 共有五个儿子 法勒斯的儿子 是耶拉密 蓝 和基禄拜 蓝 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 生拿顺 拿顺 是犹大人的领袖 拿顺 生 萨门 萨门 生 波阿斯 波阿斯 生 俄贝德 俄贝德 生 耶西 耶西生长子 以利亚 四子 雅比拿达 三子 士米亚 四子 拿坦叶 五子 戴拉 六子 阿仙 七子 大卫 他们的姐妹 是席鲁亚 和雅比该 席鲁亚的儿子 是雅比筛 约亚 和雅萨黑 共三人 雅比该 生雅马萨 雅马萨的父亲 是以什玛利人 一帖 西斯伦的儿子 迦勒 与妻子 阿苏巴 生了儿子 也和耶略 生了儿子 他的儿子 是耶舍 硕霸 和 亚敦 阿苏巴 死了 迦勒 又去 以法他 以法他 给他生了 护儿 护儿 生乌利 乌利 生 比萨利 后来 西斯伦 在六十岁的时候 娶了激烈的父亲 玛吉的女儿 与他同房 他就给他 生了西哥 西哥 生雅尔 雅尔 在激烈地 有二十三座城 基树人 和亚兰人 却从他们那里 夺取了 雅尔的村镇 以及基纳 和基纳的村庄 共六十座城 以上这些人 都是激烈的父亲 玛吉的子孙 西斯伦 在加勒以法他 死后 他的妻子 雅比亚 给他 生了雅师户 雅师户 是 提戈雅的父亲 西斯伦的长子 耶拉密的儿子 是兰 布拿 阿莲 阿仙 和雅西亚 耶拉密 另有一个妻子 名叫雅他拉 是阿南的母亲 耶拉密的长子 兰的儿子 是马斯 雅敏 和乙杰 阿南的儿子 是沙迈 和雅大 沙迈的儿子 是拿达 和雅比树 雅比树的妻子 名叫雅比孩 雅比孩 给他生了 雅伴和摩利 拿达的儿子 是西列 和雅变 西列致死 没有儿子 雅变的儿子 是乙氏 乙氏的儿子 是士山 士山的儿子 是雅来 沙迈的兄弟 雅大的儿子 是乙铁和约拿丹 乙铁致死 没有儿子 约拿丹的儿子 是比勒 和萨萨 以上这些人 都是耶拉密的子孙 士山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士山有一仆人 是埃及人 名叫耶哈 士山把女儿 嫁给仆人 耶哈做妻子 他给耶哈 生了亚太 亚太生拿丹 拿丹生萨巴 萨巴生以弗拉 以弗拉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护 耶护生亚萨利亚 亚萨利亚生西利斯 西利斯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西斯买 西斯买生沙龙 沙龙生耶加米亚 耶加米亚生以利沙马 耶拉密的兄弟 迦勒的子孙如夏 他的长子是米莎 是西福的父亲 他的儿子是玛丽莎 是西伯伦的父亲 西伯伦的儿子 是可拉 他普亚 利肯和士马 士马生拉罕 是约干的父亲 利肯生沙玛 沙玛的儿子是马云 马云是伯素的父亲 迦勒的妾 以法生哈兰 摩萨和迦蟹 哈兰生迦蟹 亚代的儿子是利剑 约坦 鸡山 皮利 以法和沙亚福 迦勒的妾 马家生士别和特哈拿 又生麦玛拿的父亲 沙亚福 摩比拿的父亲和基比亚的父亲 迦勒的女儿是亚萨 以上这些人是迦勒的子孙 以法他的长子 护尔的儿子是基列耶林的父亲 朔巴 伯利恒的父亲 萨玛 伯加德的父亲 哈勒 基列耶林的父亲 朔巴的子孙 是哈罗尔 以及半数 米努哈人 基列耶林的众家族 是以铁人 布特人 舒玛人 密来人 从这些家族中 又生出 索拉人和以石陶人 萨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 尼陀法人 雅他律伯约亚人 半数马拿哈人 索利人 住在雅比斯的经学家的众家族 有特拉人 士米亚人 和苏甲人 他们都是基尼人 是利甲家的祖先哈末的后代 历代至上第三章 大魏在西伯伦所生的儿子 长子暗嫩 是耶色列人 雅西暖生的 次子 但以利 是加密人 雅比该生的 三子 鸭沙龙 是基数王 达买的女儿 马家生的 四子 亚多尼亚 是哈吉的儿子 五子 是法提亚 是雅比他生的 六子 以特念 是大魏的妻子 以格拉生的 这六个儿子 是大魏在西伯伦生的 大魏在西伯伦做王 七年六个月 在耶路撒冷做王 三十三年 大魏在耶路撒冷 所生的儿子 是 世米亚 硕霸 拿丹 索罗门 这四个儿子 是雅米利的女儿 巴书亚生的 还有 有义侠 以利沙玛 以利法列 挪家 尼腓 亚非亚 以利沙玛 以利亚大 以利法列 等九人 他们都是大魏的儿子 此外 还有他们的妹妹 他妈 以及 非病所生的儿子 索罗门的儿子 是罗伯安 罗伯安的儿子 是雅比亚 雅比亚的儿子 是雅萨 雅萨的儿子 是约沙法 约沙法的儿子 是约兰 约兰的儿子 是雅哈谢 雅哈谢的儿子 是约阿师 约阿师的儿子 是雅玛谢 雅玛谢的儿子 是雅萨利亚 雅萨利亚的儿子 是约坦 约坦的儿子 是雅哈斯 雅哈斯的儿子 是西西家 西西家的儿子 是玛拿西 玛拿西的儿子 是雅门 雅门的儿子 是约西亚 约西亚的儿子 是 长子约哈南 次子约雅靖 三子西底迦 四子沙龙 约雅靖的儿子 是耶哥尼亚 和西底迦 贝鲁的耶哥尼亚的儿子 是萨拉铁 马基兰 皮大雅 是拿萨 耶加米 和沙玛 和尼大比亚 皮大雅的儿子 是索罗巴伯和 士美 索罗巴伯的儿子 是米书兰 和哈拿尼亚 还有他们的妹妹 士罗密 又有哈书巴 阿黑 比利加 哈萨迪 干沙西西等五人 哈拿尼亚的儿子是皮拉提和耶山亚 还有利法亚的重子 亚尔南的重子 俄巴迪亚的重子 和释迦尼的重子 释迦尼的子孙如夏 释迦尼的儿子是释马亚 释马亚的儿子是哈图 以甲 巴利亚 尼利亚 沙法 共六人 尼利亚的儿子是以利约乃 西西加 亚斯利根 共三人 以利约乃的儿子是 和大亚 以利亚时 皮莱亚 阿古 约哈南 利莱亚 阿拿尼 共七人 历代至上第四章 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 西斯伦 加米 护尔和硕巴 硕巴的儿子 利亚亚生亚哈 亚哈生亚护买和拉哈 以上这些都是索拉人的家族 以坦的儿子是 耶斯列 伊施玛 伊德巴 他们的妹妹名叫哈希勒波尼 基多的父亲是皮努伊勒 护沙的父亲是以谢尔 这些都是伯利恒的父亲 以法他的长子护尔所生的 提戈亚的父亲 亚施护 有两个妻子 就是希拉和拿拉 拿拉给亚施护生了 亚护萨 西福 提米尼 哈霞斯塔利 这些人都是拿拉的儿子 希拉的儿子是喜利 索霞和伊提南 哥斯生亚诺 索比巴和哈伦的儿子亚哈黑的众家族 亚比斯在众兄弟中最受人尊重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说 我生产时十分痛苦 亚比斯呼求以色列的神说 神愿你大大的赐福给我 扩张我的境界 你的能力常与我同在 保护我 免遭灾祸 不受痛苦 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 舒哈的兄弟 基律生米黑 米黑是伊诗屯的父亲 伊诗屯生伯拉巴 巴西亚和尔拿霞的父亲提辛拿 这些都是利家人 基纳斯的儿子是 俄陀涅和希莱雅 俄陀涅的儿子是哈塔和米诺泰 米诺泰生俄弗拉 希莱雅生阁下那星人的祖先约亚 他们原是匠人 耶弗尼的儿子是迦勒 迦勒的儿子是以路 以拉和拿安 以拉的儿子是基纳斯 耶哈利勒的儿子是西弗 西法 提利和亚萨列 以斯拉的儿子是一帖 米列 以福和亚伦 米列娶法老的女儿 比提亚为妻 比提亚怀孕 生了米列 生了米利安 沙玛和以时提摩的父亲 亦巴 米列的犹大妻子 生了基多的父亲 亚列 梭哥的父亲 西伯和萨罗亚的父亲 耶骨铁 河蒂亚的妻子 拿含的妹妹 生加米人 基伊拉的父亲 和马加人 以时提摩的父亲 士门的儿子是 暗嫩 琳娜 汴哈南 和提伦 以士的儿子是 缩黑和汴缩黑 犹大的儿子是士拉 士拉的儿子是 利家的父亲 尔 玛丽莎的父亲 拉大 以及在伯亚什比 制造细麻布的众家族 还有约静、戈西巴人 约阿施和萨拉 他们曾统治摩押地 又有亚书比利恒 这都是古代的记载 他们都是陶匠 是尼他印和基地拉的居民 他们与王一起住在那里 为王做公 西敏的儿子是 尼姆利、雅敏、雅利 谢拉和扫罗 扫罗的儿子是沙龙 沙龙的儿子是米比山 米比山的儿子是米施马 米施马的子孙如夏 米施马的儿子是哈姆利 哈姆利的儿子是萨科 萨科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有十六个儿子 六个女儿 他兄弟们的儿女却不多 他们各家的儿女 都不如犹大族的子孙那样多 他们住在别市巴 摩拉大 哈萨舒亚 毕拉 以森、陀拉、比土利 和尔玛、喜格拉 伯玛加伯、哈萨苏萨 伯比利和沙拉因 直到大魏王的时代 这些都是他们的城市 还有附近的村庄和伊坦 雅因、陵门、陀建和雅山等五座城 以及这些城周围所有的村庄 直到巴黎 这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他们也有自己的祖谱 还有米索巴 雅米勒 雅玛谢的儿子约沙 约尔 约士比的儿子耶护 约士比是西莱雅的儿子 西莱雅是雅靴的儿子 还有以利约乃 雅哥巴 约树海 雅帅雅 雅底叶 耶西面和比拿雅 是非的儿子是西萨 是非是雅龙的儿子 雅龙是爷大雅的儿子 爷大雅是申利的儿子 申利是士玛雅的儿子 以上所记的名字 都是各家族的领袖 他们的家族都很兴旺 他们网极多的关口去 直到山谷的东面 为自己的羊群寻找草场 他们找到了一块肥美的草场 那地十分宽阔 又清静又安宁 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 以上这些有名字记录的人 在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 前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 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 把他们完全毁灭 直到今日 并且住在他们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草场 可以募放他们的羊群 在西缅人中 有五百人往西尔山去 他们的首领是已士的儿子 皮拉提 尼利亚 利法亚和乌靴 他们击杀了逃脱余生的亚玛利人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历代至上 第五章 以色列的长子 刘本的儿子如夏 刘本虽然是长子 但是因为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 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以色列的儿子 约瑟的儿子 所以按着家谱 他不算是长子 犹大在自己的兄弟中是最强盛的 领袖也是从他而出 但是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以色列的长子刘本的儿子是哈诺 法禄 西斯伦和加米 约尔的子孙如夏 约尔的儿子是士玛雅 士玛雅的儿子是哥格 哥格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的儿子是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利亚雅 利亚雅的儿子是巴黎 巴黎的儿子是贝拉 贝拉被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掳去 他是刘本支派的首领 他的兄弟按着家族历代的谱系 记载做首领的 是耶利 萨加利亚和彼拉 彼拉是亚萨的儿子 亚萨是士玛的儿子 士玛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住在亚罗尔 远至尼波和巴黎面 他也向东面迁居 直到右发拉底河这边旷野的边缘 因为他们在激烈地的牲畜增多起来 扫罗在位的日子 他们与夏甲人作战 夏甲人败在他们手下 他们就在激烈东面的全境 住在夏甲人的帐篷里 迦德的子孙在刘本支派的对面 住在巴山地直到萨加 住在巴山的有族长约尔 副族长沙帆 还有雅乃和沙法 他们同家族的兄弟是米加勒 米书兰、士巴、约赖、雅甘、细雅和西伯 共七人 以上这些人都是雅比孩的儿子 雅比孩是护立的儿子 护立是耶罗亚的儿子 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 基列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耶士塞的儿子 耶士塞是耶哈多的儿子 耶哈多是布斯的儿子 还有古尼的孙子 雅比迭的儿子雅西 是他们家族的首领 他们住在基列、巴山和属于巴山的村庄 以及沙伦的整个草场 直到四周的边缘 以上所有这些人 在犹大王约坦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日子 都记载在加普上 刘本之派、迦德之派和马拿西半个之派的人 都是勇士 他们拿盾牌和刀剑 能拉弓射剑 又能出征善战的 共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人 他们与夏甲人、伊图人、拿菲斯人和挪达人作战 他们得神的帮助对抗敌人 夏甲人和所有与夏甲人联盟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 因为他们在作战的时候 向神呼求 神应允了他们 因为他们倚靠他 他们又掳掠了敌人的牲畜 骆驼五万 羊二十五万 驴二千 以及人口十万 因为这场战争是出于神 所以敌人被杀的很多 他们就占领了敌人的地方 直到贝鲁的时候 马拿西半个之派的人住在那地 从巴山直到巴利黑门、士尼尔和黑门山 他们人数众多 以下这些人是他们各家族的族长 以福、以士、以列、亚斯列、耶利米、何达威亚和亚蝶 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 著名的人物 也是各家族的族长 他们背弃了他们列祖的神 随从当地民族的神行协营 神曾从他们面前消灭了这些民族 因此 以色列的神激动了亚述王普勒 就是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的心 他就把刘本之派、焦德之派和马拿西半个之派的人 掳到哈拉、哈勃和哈拉 以及哥萨河边 他们的后裔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历代至上第六章 历位的儿子是格顺 哥侠和米拉利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西伯伦和乌靴 暗兰的儿女是亚伦、摩西和米利安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雅比户、以利亚萨和以他玛 以利亚萨生菲尼哈 菲尼哈生亚比书 亚比书生布基 布基生乌西 乌西生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生米拉约 米拉约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萨都 萨都生亚西玛斯 亚西玛斯生亚萨利亚 亚萨利亚生约哈南 约哈南生亚萨利亚 这亚萨利亚曾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中做祭司 亚萨利亚生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生亚西图 亚西图生萨都 萨都生沙龙 沙龙生希勒迦 希勒迦生亚萨利亚 亚萨利亚生西莱亚 西莱亚生约萨达 在耶和华借尼布贾尼萨 萨的儿子是莫利亚和姆氏 以上这些是利未仁各宗族的各家 格顺的子孙如下 格顺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亚哈 亚哈的儿子是辛玛 辛玛的儿子是约亚 约亚的儿子是亦多 亦多的儿子是谢拉 谢拉的儿子是耶特赖 格顺的儿子孙如下 格顺的儿子是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 可拉的儿子是亚席 亚席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以比亚萨 以比亚萨的儿子是亚席 亚席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乌烈 乌烈的儿子是乌西亚 乌西亚的儿子是少罗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亚马赛和亚西摩 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菲 索菲的儿子是拿哈 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汉 耶罗汉的儿子是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姆尔 撒姆尔的子孙如下 长子是约尔 次子是亚比亚 米拉利的子孙如下 米拉利的儿子是莫莉 莫莉的儿子是利尼 利尼的儿子是士美 士美的儿子是乌萨 乌萨的儿子是士米亚 士米亚的儿子是哈基亚 哈基亚的儿子是亚帅亚 自约贵安放妥当以后 大卫指派在耶和华店里 负责歌唱侍奉的 就是以下这些人 他们在会幕的帐篷前 担任歌唱的工作 直到索罗门在耶路撒冷 建造了耶和华的店 他们按着班次 执行自己的职务 以下这些就是执行职务的人 以及他们的子孙 歌侠的子孙中 有歌唱的西曼 西曼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撒姆尔的儿子 撒姆尔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以列的儿子 以列是陀亚的儿子 陀亚是苏福的儿子 苏福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 马哈是亚马赛的儿子 亚马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 约尔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西凡亚的儿子 西凡亚是塔哈的儿子 塔哈是亚席的儿子 亚席是以比亚萨的儿子 以比亚萨是可拉的儿子 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 以斯哈是戈侠的儿子 戈侠是利位的儿子 利位是以色列的儿子 西曼的兄弟亚萨 就是站在西曼右边公直的亚萨 是比利加的儿子 比利加是叙米亚的儿子 叙米亚是米加勒的儿子 米加勒是巴西亚的儿子 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儿子 马基亚是伊特尼的儿子 伊特尼是谢拉的儿子 谢拉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以探的儿子 以探是新马的儿子 新马是叙米的儿子 叙米是亚哈的儿子 亚哈是格顺的儿子 格顺是利位的儿子 西曼和亚萨的兄弟 米拉利的子孙 就是在他们左边共直的 由以探 以探是基氏的儿子 基氏是亚伯底的儿子 亚伯底是马路的儿子 马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 哈沙比亚是亚马谢的儿子 亚马谢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安西的儿子 安西是巴尼的儿子 巴尼是沙迈的儿子 沙迈是莫利的儿子 莫利是姆士的儿子 姆士是米拉利的儿子 米拉利是利位的儿子 他们的亲族 利位人都被派办理神殿中 账目里的一切事物 亚伦和他的子孙 却在梵祭坛上和香坛上 献祭烧香 做至圣所里的各种工作 为以色列人赎罪 是完全照着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以下这些人是亚伦的子孙 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是菲尼哈 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 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基 布基的儿子是乌西 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 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 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 亚玛利亚的儿子是亚西图 亚西图的儿子是萨都 萨都的儿子是亚西玛斯 以下是他们在境内 他们按着营房居住的地方 哥侠族中亚伦的子孙抽中了签 以色列人就把犹大帝的西伯伦 和西伯伦四周的草场 给了他们 但这城的郊野和属于这城的村庄 他们却给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以色列人把避难城西伯伦 给了亚伦的子孙 还有利拿和属于利拿的草场 亚提尔以时提莫和属于以时提莫的草场 西伦和属于西伦的草场 底壁和属于底壁的草场 亚山和属于亚山的草场 博士迈和属于博士迈的草场 又从宾亚敏之派中把加巴和属于加巴的草场 阿勒灭和属于阿勒灭的草场 亚拿图和属于亚拿图的草场分给亚伦的子孙 他们各族所得的城共十三座 戈侠其余家族的子孙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抽签分得十座城 格顺的子孙按着他们的家族从以撒加之派 亚舍之派 拿弗塔利之派和巴山地的马拿西之派中分得十三座城 米拉利的子孙按着他们的家族从刘本之派 加德之派和西布伦之派中抽签分得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把这些城和属于这些城的草场都分给立位人 他们又从犹大之派西缅之派汴亚敏之派中抽签把以上这些有名字记录的城 给了他们 戈侠子孙的家族中 有些也从以法连之派中分得他们境内的城市 以色列人又把避难城在以法连山地的事件和属于事件的草场给了他们 还有基瑟和属于基瑟的草场 约缅和属于约缅的草场 伯和伦和伦和伦的草场 亚亚伦和属于亚亚伦的草场 加特林门和属于加特林门的草场 以色列人又从马拿西半个之派中把亚乃和属于亚乃的草场 比联和属于比联的草场给了戈侠其余的家族 又从马拿西半个之派的家族中把西山的戈兰和属于戈兰的草场 亚斯他路和属于亚斯他路的草场给了格顺的子孙 又从以撒加之派中给了他们基蒂斯和属于基蒂斯的草场 大比拉和属于大比拉的草场 拉末和属于拉末的草场 雅年和属于雅年的草场 又从亚舍之派中给了他们马沙和属于马沙的草场 鸭顿和属于鸭顿的草场 护哥和属于护哥的草场 利和和属于利和的草场 又从拿福塔利支派中把加利利的基蒂斯和属于基蒂斯的草场 哈门和属于哈门的草场 基列亭和属于基列亭的草场给了他们 又从西部伦支派中把林摩诺和属于利和的草场 林摩诺的草场 他伯和属于他伯的草场 给了米拉利其余的子孙 又在约旦河那边 以利哥对面 就是约旦河东岸 从刘本之派中 给了他们在旷野的比西和属于比西的草场 雅哈萨和属于雅哈萨的草场 基底墨和属于基底墨的草场 米法鸭和属于米法鸭的草场 又从迦德支派中给了他们基列的拉墨和属于拉墨的草场 马哈念和属于马哈念的草场 西石本和属于西石本的草场 雅谢和属于雅谢的草场 历代至上第七章 以萨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雅述和申伦 共四人 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亚、耶勒、雅买 义伯萨和士美利 都是陀拉家族的族长 是他们那时代英勇的战士 到了大卫的日子 他们的人数共有二万二千六百名 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 伊斯拉西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迪亚、约尔和伊士亚共五人 都是各家族的首领 此外 与他们在一起的 按着普希和家族 还有能作战的军队三万六千人 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儿子很多 他们的兄弟在以萨迦各族中 都是英勇的战士 按着家谱登记的 共有八万七千人 宾亚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和耶迭共三人 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靴、耶利摩和以利共五人 都是各家族的首领 是英勇的战士 按着家谱登记的 共有二万二千零三十四人 比杰的儿子是西米拉、约阿施、以利以穴、以利约乃、按利、耶利摩、亚比亚、亚拿图和亚拉灭 这都是比杰的儿子 这都是比杰的儿子 他们都是各家族的首领 是英勇的战士 按着家谱登记的 共有二万零二百人 耶牵的儿子 耶牵的儿子是比勒汉 比勒汉的儿子 是耶乌斯 遍亚敏 以乎、基拿拿 西坦 他师 和亚西沙哈 这都是耶牵的儿子 是各家族的首领 是英勇的战士 能上阵作战的 共有一万七千二百人 还有伊尔的儿子 舒品和护品 以及亚黑的儿子 护申 拿弗塔利的儿子 是亚靴、姑尼、耶瑟、沙龙 都是毕拉的子孙 马拿西的儿子是亚斯列 是他亚兰籍的妾所生的 他又生了激烈的父亲马吉 马吉娶了妻子 是护品和舒品的妹妹 名叫马家 马拿西的次子 名叫西罗菲哈 西罗菲哈只有几个女儿 马吉的妻子马家 生了一个儿子 他就给他起名叫皮利施 皮利施的兄弟 名叫士利施 士利施的儿子 是乌兰和利金 乌兰的儿子是彼旦 这都是基列的子孙 基列是马吉的儿子 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 基列的妹妹哈摩利吉 生了伊施河 雅比乙蟹和马拉 士米大的儿子是雅县 士剑 利克西和阿尼安 以法连的儿子是舒提拉 舒提拉 舒提拉的儿子是比列 比列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以拉大 以拉大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萨巴 萨巴的儿子是舒提拉 以蟹和以列 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 被当地出生的加特人杀了 他们的父亲以法连 为他们悲哀多日 他的兄弟都来安慰他 以法连与妻子同房 他的妻子就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以法连就给他起名叫比利亚 因为他的家遭遇祸患 他的女儿是摄伊拉 就是建造上伯和伦 下伯和伦 和乌县摄伊拉的 比利亚的儿子是利法和利西 利西的儿子是他拉 他拉的儿子是他哈 他哈的儿子是拉旦 拉旦的儿子是雅米呼 雅米呼的儿子是以利沙玛 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 嫩的儿子是约书亚 以法连人的地业和居住的地方 是伯特利和属于伯特利的村庄 东边有拿兰 西边有基瑟和属于各城的村庄 世间和属于世间的村庄 直到加萨和属于加萨的村庄 靠近马拿西支派边界的还有 博善和属于博善的村庄 他那和属于他那的村庄 米吉多和属于米吉多的村庄 多尔和属于多尔的村庄 以色列的儿子 约瑟的子孙就住在这些地方 亚瑟的儿子是欣娜 益施瓦 益施伟和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妹希拉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和马杰 马杰是比萨威的父亲 西别生亚弗勒 朔墨 和坦和他们的妹妹舒亚 亚弗勒的儿子是巴萨 宾哈和雅施伐 这些人是亚弗勒的儿子 朔墨的儿子是雅希 罗加 耶护巴和雅兰 朔墨的兄弟西连的儿子是索法 因娜 士利斯和雅摩 索法的儿子是舒亚 哈尼弗 舒阿勒 比利 因拉 比西 和德 山马 施沙 亦兰和比拉 一帖的儿子是耶弗尼 皮斯巴和雅拉 乌拉的儿子是雅拉 汉尼叶和利血 这都是雅舍的子孙 是他们各家族的首领 是杰出英勇的战士 是领袖中的首领 按着家婆登记的数目 能上阵作战的共有二万六千人 历代至上 第八章 汴雅敏生了长子 比拉 次子 雅时别 三子 雅哈拉 四子 挪哈和五子 拉法 比拉的儿子是雅大 基拉 雅比乎 雅比书 乃曼 雅和雅 基拉 士福逊 护兰 以下这些人是以乎的子孙 他们是加巴居民各家族的首领 曾被掳到马拿霞 以乎的儿子是乃曼 雅西亚和基拉 基拉是他们被掳 他生了乌萨和雅西乎 沙哈连前走沪申和巴拉两位妻子以后 就在摩押地生了儿子 他的妻子赫德给他生了约巴 西比亚 米莎 马拉干 耶乌斯 沙迦 米玛 他这些儿子都是家族的首领 护参也给他生了雅比图 以利巴利 以利巴利的儿子是西伯 米山和沙迈 沙迈建造了阿罗和罗德二城 以及属于这二城的村庄 还有比利亚和士马 他们二人是雅雅伦居民各家族的首领 曾把加特的居民赶走 又有雅西约 沙沙 耶利墨 西巴蒂亚 雅拉德 雅德 米迦勒 伊什巴和约哈 这都是比利亚的儿子 西巴蒂亚 米书兰 西西基 西伯 伊什米莱 伊斯利亚和约巴 这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 雅金 西基利 萨迪 伊利乃 喜乐泰 伊列 雅大亚 比拉亚和申拉 这都是世美的儿子 伊什班 西伯 伊列 雅伯顿 西基利 哈南 哈拿尼亚 乙兰 安陀提亚 伊弗迪亚和皮努伊勒 这都是莎莎的儿子 山士来、士哈利、亚他利亚、亚利西、以利亚和西基利 这都是耶罗汉的儿子 以上这些人照着家谱都是他们家族的首领 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首领 住在基边的有基边的父亲耶利 他的妻子名叫马加 他的长子是亚伯顿 其余的儿子是苏尔、基氏、巴利、拿达、基多、亚西约、萨迦和米基罗 米基罗生士米安 这些人也和他们的亲族一同住在耶路撒冷 互相为灵 米尔生基氏 基氏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丹、迈基书亚、亚比拿达和伊什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迦 米迦的儿子是皮顿、米勒、他利亚和亚哈斯 亚哈斯生耶和阿达 亚哈斯生耶和阿达 亚哈达生亚拉密 亚斯玛威和新利 新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 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 波基路 以什玛利 是亚利亚 俄巴迪亚和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的兄弟以社的众子是 长子乌兰 次子耶乌施 三子以利法列 乌兰的儿子都是英勇的战士 是弓箭手 他们有很多子孙 共有一百五十名 都是汴亚敏之派的 历代至上第九章 全体以色列人都照着加普登记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犹大人因为悖逆 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些最先回来 住在自己的地业 自己的城中的 有以色列人 祭司 利位人 合作奠义的 在耶路撒冷居住的 有犹大之派 便亚敏之派 以法连之派 和马拿西之派的人 尤道的儿子 法勒斯的子孙中 有乌泰 乌泰是亚米乎的儿子 亚米乎是安利的儿子 安利是巴尼的儿子 士罗的子孙中 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重子 谢拉的子孙中 有耶乌利和他们的亲族 共六百九十人 便亚敏的子孙中 有哈西努的曾孙 何达威亚的子孙 米书兰的儿子 撒禄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 伊比尼亚 米基利的孙子 乌西的儿子 以拉 以及伊比尼亚的曾孙 刘尔的孙子 士法提亚的儿子 米书兰 还有他们的重亲族 按着他们的家谱登记 共有九百五十六人 以上这些人 都是他们各家族的首领 祭司中 有耶大雅 耶和雅利 雅金 还有管理神的殿的 希勒家的儿子 雅萨利亚 希勒家是米书兰的儿子 米书兰是萨都的儿子 萨都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雅西图的儿子 又有马基亚的曾孙 巴斯护尔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亚大雅 以及雅蒂叶的儿子 马赛 雅蒂叶是雅西西拉的儿子 雅西西拉是米书兰的儿子 米书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 米什利密是阴脉的儿子 以及他们的众亲族 他们家族的首领 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人 都是有才干 很会做神殿里工作的人 立位之派米拉约的子孙中 有哈沙比亚的曾孙 亚历干的孙子 哈树的儿子士玛亚 又有巴巴甲 黑勒斯 加拉和雅萨的曾孙 西基利的孙子 米家的儿子马探亚 又有耶杜顿的曾孙 加拉的孙子 士玛亚的儿子额巴底 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 雅萨的儿子比利加 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落 守门的有沙龙 雅谷 达门 雅西曼 和他们的众亲族 沙龙是他们的首领 直到现在 他们仍是看守东面的王门 他们曾经做过 立位营的守门人 可拉的曾孙 以比亚萨的孙子 可利的儿子沙龙 以及他的众亲族 可拉人担任事务的工作 看守会幕的门 他们的祖先曾经管理 耶和华的营幕 看守营门 从前以利亚萨的儿子 菲尼哈 曾经做过他们的领袖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米斯利米亚的儿子 萨加利亚 是看守会幕大门的 这些被选看守店门的人 共有212人 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 按着家谱登记 他们是大卫和撒姆尔先见 指派承担着职任的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按着班次 看守耶和华的店门 就是会幕的门 在东西南北 都有看守的人 他们的亲族 就是住在他们村庄里的 每七天 就要来和他们换班 四个店门的守卫长 都是立位人 受托看守神的店的 房间和库房 他们在神的店的四周住宿 因为他们承担看守的责任 并且每天早晨 要负责开门 立位人中 有管理器皿的使用的 他们按着树木拿出去 也要按着树木拿进来 他们当中 又有人受托管理器具 和管理圣所的一切器具 以及细面 酒 油 乳香香料 祭司的子孙中 有人用香料配制成香膏 立位人马他提亚 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 他的职责是管理 在尖盘烤饼的事 他们的亲族 哥侠的子孙中 有管理陈舍饼的 每安息日要预备摆设 这些是歌唱的人 是立位各家族的首领 住在店院的房间里 不做别的事 日夜只顾自己的事工 以上这些人 都是立位各家族的首领 按他们的家谱 都是首领 这些人都住在耶路撒冷 住在鸡变的 有鸡变的父亲耶利 他的妻子名叫马加 他的长子是亚伯顿 其余的是苏尔 基士 巴利 米尔 拿达 基多 亚西约 萨加利亚 米基罗 米基罗生士米安 他们也和他们的亲族 一同住在耶路撒冷 和他们的亲族为灵 米尔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约拿丹 麦基书亚 亚比拿达和伊施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加 米加的儿子是皮顿 米勒 塔利亚和亚哈斯 亚哈斯生亚拉 亚拉生亚拉密 亚斯马威和新利 新利生摩萨 摩萨生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是利法亚 利法亚的儿子是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的儿子是亚西 亚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根 波基路 以什玛利 士亚利亚 俄巴迪亚 哈南 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历代至上第十章 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从飞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山上阵亡的人很多 飞利士人紧紧地追赶扫罗和他的儿子 飞利士人杀了扫罗的儿子约纳丹 亚比拿达和麦基书亚 攻击扫罗的战役非常激烈 弓箭手发现了他 就把他射伤 扫罗对替他拿兵器的人说 拔出你的刀来 把我刺透 免得这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 但替他拿兵器的人不肯这样做 因为他非常害怕 于是扫罗拿出刀来 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替他拿兵器的人看见扫罗死了 他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 以及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了 所有在山谷的以色列人 看见以色列军逃跑 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 他们就弃城逃跑 非利式人就来住在城中 第二天 非利式人来拨那些被杀的人的衣物的时候 发现扫罗和他的儿子 都倒闭在基利波山上 他们就拨了他的衣服 拿了他的头和兵器 又派人到非利式地的各处 去向他们的偶像和人民报信 他们把扫罗的兵器 放在他们的神庙里 把他的头挂在大滚庙中 激烈雅比人听见非利式人向扫罗所行的事 所有的勇士就动身 把扫罗的尸体和他儿子的尸体收敛起来 带回雅比 把他们的骸骨埋葬在雅比的橡树下 并且禁食七天 扫罗死了 因为他背逆耶和华 没有听从他的话 也因为他去求问那骄鬼的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 耶和华把他杀死了 把国位转给耶稀的儿子大卫 历代至上第十一章 那时 以色列众人聚集到西伯伦去见大卫 说 看啊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 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出入征战 耶和华 你的神曾对你说过 你要牧养我的人民以色列 你要做我的人民以色列的领袖 于是 以色列的众长老 都来到西伯伦见大卫王 大卫就在西伯伦 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按照耶和华 借着撒姆尔所说的话 高立大卫做王 治理以色列 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 那时 当地的居民耶布斯人住在那里 耶布斯的居民对大卫说 你不能进这里来 可是大卫占领了西安的堡垒 西安就是大卫城 大卫说 谁首先攻打耶布斯人 谁就必做首领和元帅 西路亚的儿子约亚首先上去 就做了首领 大卫住在堡垒中 因此人把那堡垒称为大卫城 大卫又重建四周的城墙 从米罗起 以至城的周围 那城其余的部分由约亚修建 大卫日渐强盛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 以下这些人是大卫众勇士的首领 就是全力帮助他得国的 又与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 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一同高丽他作王 这是大卫众勇士的数目 哈格摩尼的儿子亚硕班 是三十勇士的首领 他挥舞毛枪 只一次就杀死了三百人 其次是亚和人朵朵的儿子 以利亚萨 他是三勇士之一 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明 非利士人聚集在那里预备作战 那里有块长满大麦的田 众人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跑了 他们却站在那块田中间 保护了那块田 击杀了非利士人 这样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人 使他们获得极大的胜利 三十个首领中 有三个下到亚杜兰洞附近的磐石那里 去见大卫 非利士人的军队在立伐英谷安营 那时大卫在山寨中 非利士人的驻军在伯利恒 大卫渴望说 谁能把伯利恒城门旁边池中的水 拿来给我喝 这三个勇士就冲过非利士人的军营 从伯利恒城门旁边的池里取水 带到大卫那里去 大卫却不肯喝 把水请在耶和华面前 说 在我的神面前 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我怎能喝这些冒生命危险的人的血呢 因为这是他们冒生命危险取回来的 因此 大卫不肯喝这水 这是三个勇士所行的事 约压的兄弟 雅比筛 是三个勇士的首领 他挥舞毛枪 刺死了三百人 因此在三个勇士中赢得了名声 他在这三个勇士中是最尊贵的 只是还不及前三个勇士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是贾薛族的勇士 曾有伟大的作为 他击杀了摩押人 雅利伊勒的两个儿子 又在下雪的日子 下到坑中 去击杀了一只狮子 他又杀死了一个身高两百多公分的埃及人 这埃及人手里拿着毛枪 好像织布机轴 比拿亚只拿着棍子下去会他 竟从那埃及人手中把毛枪夺了过来 再用他的毛枪把他杀死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所行的事 因此在三个勇士中赢得名声 他比那三十个勇士更有声望 只是还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卫立他做侍卫长 军中勇士有约亚的兄弟亚萨黑 伯利恒人朵朵的儿子伊勒哈南 哈绿人沙玛 比伦人西利斯 提戈亚人一级的儿子以拉 亚拿图人亚比以穴 护沙人亚比该 亚和人以来 弥陀法人马哈来 弥陀法人巴拿的儿子西利 弊牙明子孙基比亚人 历拜的儿子以太 比拉顿人比拿亚 来自加石西的护来 亚拉巴人亚比 巴鲁米人亚斯玛弗 沙本人以利亚哈巴 鸡孙人哈生的种子 哈拉人击杀的儿子约拿丹 哈拉人杀甲的儿子亚西安 乌尔的儿子以利法勒 米基拉人西弗 比伦人亚西亚 加密人西斯罗 伊斯拜的儿子拿来 拿丹的兄弟约尔 哈基利的儿子弥伯哈 雅门人喜乐 比鲁人拿哈来 拿哈来是替席 席路亚的儿子约亚拿兵器的 以铁人以拉 以铁人加利 赫人乌利亚 雅来的儿子萨巴 雅来的儿子萨巴 丹迪迪和他的兄弟约哈 马哈卫人以利亚 以利亚恩的儿子 伊利拜和约沙卫亚 摩亚人 伊特马 以利亚 俄贝德和弥索巴人 雅西亚 历代至上 第十二章 大卫因为基士的儿子 扫罗的缘故 躲在喜格拉的时候 以下这些人 就来到大卫那里 他们都是勇士 为大卫助阵 他们配备弓箭 能用左右两手 开弓甩石射箭 他们都属变亚敏之派 是扫罗的亲族 他们的首领 是雅西乙穴 其次是约阿施 都是基比亚人 士玛的儿子 还有雅司玛威的儿子 耶靴和皮利 又有比拉加 和雅拿图人耶护 以及基变人 以士玛雅 他在三十人中 是个勇士 并且统领那三十人 又有耶利米 雅哈西 约哈南 和基德拉人 约萨巴 伊利乌塞 耶利摩 比亚利亚 士玛利亚 哈利福人 士法提亚 可拉人有 以利加拿 耶西亚 亚萨列 约以谢和亚硕班 基多人 耶罗汉的儿子 尤拉和西巴蒂亚 加德之派中 有些人走到旷野的山寨 去投奔大卫 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 善于作战 能使用盾牌和长枪 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 他们敏捷得好像山上的羚羊 第一个是乙薛 第二是俄巴迪亚 第三是以利亚 第四是弥须玛拿 第五是耶利米 第六是亚太 第七是以利业 第八是约哈南 第九是以利萨巴 第十是耶利米 第十一是墨巴奈 这些都是加德之派中的军长 最小的一个能抵挡一百人 最大的一个能抵挡一千人 在正月 约旦河水战过两岸的时候 这些人过了河 使全平原的人都东奔西逃 碧阳敏之派和犹大之派中 也有人来到山寨投奔大卫 大卫出去迎见他们 对他们说 你们若是存着和平的心 到我这里来帮助我 我就与你们结盟 但你们若是把我这无辜的人 出卖给我的敌人 就愿我们列祖的神 鉴察和审判 当时 神的灵降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 亚马萨身上 他就说 大卫啊 我们是来归从你 耶稀的儿子啊 我们是来跟随你 愿你平平安安 愿帮助你的人也都平安 因为你的神 帮助了你 于是大卫收留了他们 立他们做军长 大卫从前与非力士人一起 要去攻击扫罗的时候 有些马拿西支派的人 投奔大卫 但他们没有帮助非力士人 因为非力士人的领袖 决定把他遣回 说 恐怕大卫带着我们的首级 归向他的主人扫罗 大卫回到喜格拉的时候 马拿西支派的 亚拿 约萨巴 野蝶 米加勒 约萨巴 以利户 喜乐泰 来投奔他 他们都是 马拿西支派中的 千夫长 他们帮助大卫 与他一同攻击贼匪 他们全是英勇的战士 是军队的领袖 那时天天都有人投奔大卫 要帮助他 以致成了一支大军 好像神的军兵一样 预备作战的首领 来到西伯伦 见大卫 要照着耶和华的命令 把扫罗的国位 转归大卫 他们的数目如下 犹大支派的子孙 拿盾牌和长枪的 共有6800人 都预备好作战 西缅支派的子孙 能作战的英勇战士 共有7100人 立位支派的子孙中 共有4600人 耶和耶大 是亚伦家的领袖 跟随他的 共有3700人 还有一个年轻的英勇战士 和他家族的22个领袖 变亚敏支派的子孙中 扫罗的亲族也有3000人 直到现在 他们多半支持扫罗家 以法连支派的子孙中 在自己家族中 有名声的英勇的战士 共有20800人 马拿西半个支派中 有记名的 共18000人 都来永利大魏为王 以撒加支派的子孙中 同小时事 和知道以色列当怎样行的 共有200个首领 他们所有的亲族 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西部伦支派的子孙中 能出去作战 可以使用各种兵器 行军整齐 不升二薪的 共有五万人 拿福涛利支派的子孙中 有一千个领袖 跟随他们拿着盾牌和毛枪的 共有37000人 但支派的子孙中 能作战的 共有28600人 亚瑟支派的子孙中 能出去上阵作战的 共有4万人 在越旦河东岸 刘本支派 迦德支派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中 能拿各种兵器作战的 共有12万 以上这些战士 行军齐整 一心一意 来到西伯伦 要立大魏做以色列王 其余的以色列人 也都一心一意 要立大魏为王 他们在那里三天 与大魏在一起吃喝 因为他们的亲族 给他们预备好了 在他们附近的人 甚至以撒加 西布伦和 拿福涛利支派的人 都用驴 骆驼 骡子和牛 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食物 面饼 无花果饼 葡萄饼干 酒 油和许多牛羊 以色列全境 就充满欢乐 历代至上 第十三章 大魏与千夫长 百夫长 和所有的领袖商议 然后大魏 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你们如果认为好 认为这事 是出于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就差遣人 走遍以色列各地 去见留在各地的兄弟 以及和他们在一起 住在那些 有草场的城的祭司 和立位人 叫他们都聚集到 我们这里来 我们可以把我们 神的约会 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的日子 我们都没有在约会前 求问神 全体会众都同意这样行 因为这事众人都认为对 于是大魏把以色列众人 从埃及的西河河 直到哈马口 都招聚来 要把神的约会 从基列耶林运来 大魏和以色列众人 去到巴拉 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 要从那里把神的约会运回来 这约会是以坐在 二基路伯上面的 耶和华而起名的 他们把神的约会 从雅比拿达家里抬出来 放在一辆新车上 乌萨和雅西约负责赶车 大魏和以色列众人 在神面前用诗歌 以及弹琴鼓塞 敲手鼓 响拔和吹号 尽情欢庆 他们到了基顿河场的时候 因为牛尸体半倒 乌萨就伸手扶住约会 于是耶和华向乌萨发怒 因为乌萨伸手把约会扶住 所以神把他击杀 他就在那里死在神面前 大魏因耶和华忽然杀死乌萨 非常不悦 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那天大魏惧怕神 说 我怎可以把神的约会 运到我这里来呢 所以大魏没有把约会 运到大魏城 他自己那里去 却转运到 加特人 俄别以东的家里去 神的约会 存放在 俄别以东的家里 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 俄别以东的家 和他的一切 历代至上 第十四章 推罗王西兰派使者来见大魏 给他送上香伯木 石匠和木匠 要为他建造宫殿 那时 大魏知道耶和华 已经坚立他做王 统治以色列 又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 使他的国高举 大魏在耶路撒冷 又娶了多位妻子 并且生了很多儿女 以下这些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所生的孩子的名字 沙姆亚 朔霸 拿丹 索罗门 义侠 以利舒亚 以法列 挪加 尼斐 亚非亚 以利沙玛 以利亚大 和以利法列 非利士人听见了大魏 受高做王 统治以色列人 就全体上来搜寻大魏 大魏听见了 就出来迎击他们 非利士人来到 亲近了 利法英谷 大魏求问神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 非利士人吗 你把他们 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把他们 交在你的手里 非利士人 上到巴利皮拉新来 大魏在那里 击败了他们 大魏说 神借着我 击溃我的敌人 好像水冲破提岸一般 因此 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 巴利皮拉新 非利士人 把他们的神像 遗弃在那里 大魏吩咐人 用火把他们烧了 非利士人 又在入侵那山谷 大魏又求问神 神对他说 不可在后面追赶他们 要绕过他们 从丧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一听见 丧林树梢上 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出战 因为神 已经在你前面 出去击杀 非利士人的军队了 于是 大魏照着神 所吩咐他的去做 他们攻击 非利士人的军队 从鸡变起 一直攻打到鸡色 因此 大魏的名声 传遍各地 耶和华使万国 都惧怕他 历代至上 第十五章 大魏在大魏城 为自己建造宫殿 又为神的约会 预备地方 就是为他支搭账目 那时大魏说 神的约会 除了利位人以外 没有人可以抬 因为 耶和华 拣选了他们 抬神的约会 并且 永远侍奉他 于是 大魏把以色列人 都招聚到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会 抬上来 到大魏 给他预备好的地方去 大魏又聚集了 亚伦的子孙和利位人 戈侠子孙中 有座领袖的乌烈 和他的亲族 一百二十人 米拉利子孙中 有座领袖的亚帅亚 和他的亲族 二百二十人 格顺的子孙中 有座领袖的约尔 和他的亲族 一百三十人 以利撒反的子孙中 有座领袖的士玛亚 和他的亲族二百人 西伯伦子孙中 有座领袖的以列 和他的亲族八十人 乌靴子孙中 有座领袖的亚米拿达 和他的亲族一百一十二人 大卫把萨都和亚比亚他 两位祭司 以及乌烈 亚帅亚 约尔 士玛亚 以列和亚米拿达 几位立位人 召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是立位人 各家族的首领 你们和你们的亲族 都要自节 好把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的约柜 抬上来 到我为他预备的地方去 先前没有你们 耶和华我们的神 就击打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按照 定力寻求他 于是 祭司和立位人自节 好把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的约柜 抬上来 立位支派的子孙 照着耶和华的话 就是摩西所吩咐的 用尖和杠 来抬神的约柜 大卫又吩咐 立位支派的领袖 要指派他们的亲族 负责歌唱 用琴色响拔各种乐器 欢欢喜喜高声歌唱 于是 立位人指派了 约尔的儿子 和他的亲族中 比利家的儿子 雅萨 以及他们的亲族 米拉利的子孙中 古沙雅的儿子 以探 和他们一起的 还有做第二班的 他们的亲族 萨加利亚 遍 雅靴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比拿亚 马西亚 马他提亚 以利斐利户 米克尼亚 以及首门的 俄别乙东 和耶利 歌唱的西曼 雅萨 和乙探 敲打铜拔 发出响亮的声音 萨加利亚 雅靴 士米拉莫 耶歇 乌尼 以利亚 马西亚 和比拿亚 敲色 调用女高音 马他提亚 以利斐利户 米克尼亚 俄别乙东 耶利 和亚萨西亚 弹琴领导 调用南低音 利位支派的领袖 基拿尼亚 专责音乐 又教人音乐 因为他精通音乐 比利加 以利加拿 做看守约会的人 士巴尼 约沙法 拿坦耶 亚马赛 萨加利亚 比拿亚 和以利以谢 几位祭司 在神的约会前 吹号 俄别以东 和耶西亚 也做看守约会的人 于是大卫 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以及千夫长 一起前去 从俄别以东的家 欢欢喜喜地 把耶和华的约柜 抬上来 神帮助了那些 抬耶和华的柜的 立位人 他们就献上七头公牛 和七只公棉羊 大卫和所有 抬约柜的立位人 以及歌唱的人 和歌唱的人的领袖 基拿尼亚 都穿上细麻布的外袍 大卫另外穿上细麻布的 以福德 这样 以色列人欢呼 吹脚 吹号 敲拔 鼓塞 弹琴 大声奏乐 把耶和华的约柜 抬了上来 耶和华的约柜 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 从窗户往下观看 看见大卫王 跳跃嬉笑 心里就鄙视他 历代至上 第十六章 他们把神的约柜 抬了进去 安放在大卫 为他所搭的 会幕中间 然后在神面前 献上了 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上了 凡祭和平安祭以后 就奉耶和华的名 给人民祝福 他又分给以色列众人 无论男女 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大卫派了一部分立位人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侍奉 颂羊 称谢和赞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领导的人是亚萨 其次是 萨加利亚 称谢耶和华 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呼求他的名 在万民中 宣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歌唱 向他颂扬 述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为荣 愿寻求耶和华的人 心中喜乐 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 常常寻求他的面 他的仆人 以色列的后裔啊 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 他的骑士和他口中的叛语 他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他的叛语达到全地 你们要纪念他的约 直到永远 不可忘记他吩咐的话 直到千代 就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他向以萨所起的事 他把这约 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定为永约 说 我必把迦南地赐给你 做你们的产业的份 那时 你们人丁单薄 数目很少 又是在那地做寄居的 他们从这国走到那国 从一族走到另一族 耶和华不容许任何人欺压他们 曾为了他们的缘故 责备君王 说 不可伤害我所告的人 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当受敬畏 远在万神之上 万民的偶像算不得什么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能力和欢乐在他的胜所 万族万民啊 你们要归给耶和华 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 要把耶和华的名 应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着礼物到他面前来 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站立 他使世界坚定 不致摇动 愿天欢喜 愿地欢呼 愿人在万国中说 耶和华做王了 愿海和充满海中的都澎湃 愿田和田中的一切都欢欣 那时树木中的树木 必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是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说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招聚我们 从万国中救我们出来 好使我们称谢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耀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永远直到永远 全体人民都说阿门 并且赞美耶和华 于是在那里 就是耶和华的约贵前 大魏留下亚萨和他的亲族 照着每日的本分 在约贵前不断地侍奉 又留下俄别以东和他的亲族六十八人 以及耶度顿的儿子 俄别以东和和萨做守门的 又留下萨都祭司和他的亲族 都是做祭司的 在积变的高地 耶和华的账目前 每日早晚不住地在凡祭坛上 把凡祭献给耶和华 全是照着耶和华 吩咐以色列人的律法书上所写的 和他们一起的 有西曼、耶度顿和其余被选出有记名的人 都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西曼、耶度顿和他们一起吹号敲拔 以及演奏各种乐器大声歌颂神 耶度顿的子孙负责守门 于是众民都回去 个人回自己的家 大卫也回去给自己的家人祝福 历代至上第十七章 大卫住在自己宫中的时候 他对拿丹先知说 看啊 我住在香伯木做的王宫 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帐墓里 拿丹对大卫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做 因为神与你同在 当夜 神的话临到拿丹说 你去对我的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不可建殿给我居住 因为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上来那天起 直到今日 我都未曾住过殿宇 只是从这帐墓到那帐墓 从这帐篷到那帐篷 我和以色列众人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从没有像以色列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的子民的 说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建造香伯木的殿宇呢 现在 你要对我的仆人大卫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我把你从羊郡中选召出来 使你不再跟随羊群 使你做领袖 管制我的子民以色列 无论你到哪里去 我总与你同在 在你面前消灭你所有的仇敌 我必使你获得名声 好像世上伟人的名声一样 我要为我的子民以色列人 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再受搅扰 也不再像从前被恶徒苦害他们 好像我吩咐逝师 统治我的子民以色列人的日子一样 我必制服你所有的仇敌 并且我告诉你 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世 你的寿数满足 归你立足那里的时候 我必兴起你的后裔接替你 他是你的众子中的一位 我必建立他的国 他要为我建造殿宇 我必建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亲 他要做我的儿子 我的慈爱 必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那位一样 我却要把他建立在我的家里 和我的国里 直到永远 他的王位 必永远坚立 拿丹就按着这一切话 和他所建的一切 告诉了大卫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说 耶和华神啊 我是什么人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带领我到这个地步 神啊 这在你眼中看为小事 你对你仆人的家的未来 发出应许 耶和华神啊 你看我 好像一个高贵的人 你把荣耀 加在你仆人身上 我还有什么话 可以对你说呢 你认识你的仆人 耶和华 为了你仆人的缘故 也是按着你的心意 你行了这一切大事 为了使人知道 这一切大事 耶和华 照着我们耳中所听见的 没有谁能与你相比 除你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世上有哪一个国 能比得上你的子民 以色列呢 神亲自把他们救赎出来 做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从埃及 所救赎出来的子民面前 驱逐列国 以大而可谓的是 建立自己的名 你使你的子民 以色列 永远做你的子民 耶和华 你也做了他们的神 耶和华 现在求你永远监力 你应许你仆人 和他的家的话 照着你所说的实行吧 愿你的名 永远监力 尊大 以致人人都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实在是 以色列人的神 这样 你仆人 大魏的家 就在你面前 得到监力了 我的神啊 因为你 启示了你的仆人 要你的仆人 为你建造殿宇 所以 你仆人 才敢在你面前 这样祷告 耶和华 唯有你是神 你曾应许 把这福气 赐给你的仆人 现在 请你赐福你仆人的家 使他在你面前 永远存留 耶和华 因为 你已经赐福了 你仆人的家 他必永远蒙福 历代至上 第十八章 这事以后 大魏攻打 非利式人 征服了他们 从非利式人手中 夺了加特 和属于加特的村庄 又攻打摩押 摩押人 就归服大魏 给他进贡 索包王哈大底屑 从又发拉底河去 要建立自己的势力的时候 大魏就攻打他 直到哈马 大魏掳获了 他的战车一千辆 马兵七千人 步兵二万名 大魏把所有战车的 马的蹄金都砍断 只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 来帮助索包王哈大底屑的时候 大魏就杀了 二万二千名亚兰人 于是 大魏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驻军 亚兰人就臣服大魏 给他进贡 大魏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魏夺取了哈大底屑 陈朴所拿的金盾牌 带回耶路撒冷 大魏又从属于哈大底屑的 提拔和军二成中 夺取了大量的铜 后来 索罗门用这些铜 来制造铜海 铜柱和一切铜器 哈马王陀乌 听见大魏 击败了索包王哈大底屑的全军 就差派自己的儿子哈多兰 去见大魏王 给他问安 祝贺他 因为他与哈大底屑交战 击败了哈大底屑 原来陀乌与哈大底屑 常有征战 哈多兰送来了各样金 银 铜制的器皿 大魏王把这些器皿 连同从各国夺取的金银 就是从以东 摩鸦 亚门人 菲利士人 和亚玛利人夺取的 都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 席鲁亚的儿子 雅比筛 在盐谷 击杀了以东人 一万八千名 大魏在以东 设立住房营 所有以东人 就都臣服大魏 大魏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魏做王 统治全以色列 以公平和正义 对待所有的人 西鲁亚的儿子 约亚 做军队的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 约沙法 做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 萨都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西米勒 做祭司长 沙威沙 做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同管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 大魏的众子 都在王的左右 做领袖 历代至上 第十九章 后来 雅门人的王 拿霞死了 他的儿子 接续他做王 大魏说 我要恩代 拿霞的儿子哈嫩 因为他的父亲 曾恩代我 于是 大魏 拆派使者 去为了他丧父的事 安慰他 大魏的臣仆 到了亚门人境内 去见哈嫩 要安慰他 但亚门人的众领袖 对哈嫩说 大魏 拆派这些慰问的人 到你这里来 你以为 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的臣仆 来见你 不是为了窥探 请父 侦查这地吗 于是 哈嫩拿住大魏的臣仆 剔去他们的胡须 又把他们的衣服 从臀部以下 割去半截 然后才放他们走 有人去把这些人 遭遇的事 告诉大魏 他就派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非常羞耻 王就说 你们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你们的胡须长长了 才回来 亚门人看见自己 与大魏结了仇恨 哈嫩和亚门人 就派人用三万公斤银子 从米索波大米 亚兰马加和索巴 去雇战车和马兵 他们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 以及马加王和他的军队 他们都来在米底巴前面安营 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各城 聚集起来 出来作战 大魏听见了 就拆派约鸦和全体勇士出去 亚门人出来 在城门前摆阵 前来驻阵的列王 也在田野摆阵 约鸦看见自己前后受敌 就从以色列所有的精兵中 挑选一部分出来 使他们摆阵 去迎战亚兰人 他把其余的人 交在他兄弟 亚比山手下 使他们摆阵 去迎战亚门人 约鸦对亚比山说 如果亚兰人比我强 你就来帮助我 如果亚门人比你强 我就去帮助你 你当刚强 为了我们的人民 和我们神的重城镇 我们要刚强 愿耶和华成全他 看为美的形式 于是 约鸦和他的军队前进 预备作战 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却在约鸦面前逃跑了 亚门人看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约鸦的兄弟 亚比山面前逃跑 退回城里 约鸦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看见自己 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打败 就拆派使者 去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过来 有哈大底线的元帅 硕法率领他们 大魏得到报告 就召聚以色列众人 渡过约旦河 来到亚兰人那里 向他们摆阵 大魏摆好阵 迎战亚兰人 亚兰人就与他交战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魏杀了亚兰人 七千辆战车上的军兵 和四万步兵 又杀了亚兰人的元帅硕法 哈大底线的陈仆 看见自己 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打败了 就与大魏一合 臣服了他 于是 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 历代至上 第二十章 过了年 在猎王出征的时候 约鸦带领军兵 毁坏了亚门人的地方 然后去围困拉巴 那时 大魏住在耶路撒冷 约鸦攻打拉巴 把城摧毁 大魏从米勒公神像的头上 取下金罐 发现金子净重三十公斤 又有一块宝石看在上面 有人把这冠冕戴在大魏的头上 大魏从城里夺走了大批战利品 又把城里的众民拉出来 要他们用巨子 铁铲和斧子做工 大魏带亚门各城的人都是这样 后来大魏和众民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事以后 以色列人在基瑟与非利式人交战 那时 护杀人西比该 击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西派 非利式人就被制服了 后来以色列人与非利式人再次交战 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 击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 这人的枪杆好像织布基轴一样 后来在加特又有战事 那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手脚各有六指 共有二十四根指头 他也是巨人的儿子 这人侮辱以色列人 大魏的哥哥是米亚的儿子约拿丹 就把他击杀了 这些人是加特巨人的儿子 都死在大魏和他仆人的手下 历代至上第二十一章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引诱大魏去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 于是大魏对约亚和民众的领袖说 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 从别士巴直到旦 然后回来见我 让我知道他们的数目 约亚说 愿耶和华使他的子民 比现在增加百倍 我主我王啊 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 我主为什么要做这事呢 为什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 但王坚持他的命令 约亚不敢违抗 约亚就出去 走遍以色列各地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 约亚把数点人民的数目 承报大位 全以色列能拿刀的人 共有一百一十万 犹大能拿刀的人 共有四十七万 唯有立位人和遍雅闽人 他没有数点在内 因为约亚厌恶务王这个命令 神不喜悦这事 所以他击打以色列人 大位对神说 我犯了重罪 因为我行了这事 现在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 因我做了十分愚昧的事 耶和华告诉大位的先见 迦德说 你去告诉大位 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给你提出三件事 你可以选择一件 我好向你施行 于是迦德来见大位 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可以选择 或是三年的饥荒 或是在你敌人面前逃亡 被你仇敌的刀剑追杀三个月 或是 耶和华的刀攻击三天 就是在国中发生瘟疫三日 耶和华的使者 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 现在你考虑一下 我该用什么话 回复那差派我来的 大位对迦德说 我十分作难 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极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使瘟疫降在以色列人身上 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人 神拆派一位使者到耶路撒冷去 要毁灭那城 正要施行毁灭的时候 耶和华看见了 就后悔所要降的这灾 于是对施行毁灭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吧 那时 耶和华的使者 正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附近 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天地中间 手里拿着出了翘的刀 指向耶路撒冷 大卫和众长老都穿上麻布 脸浮于地 大卫对神说 吩咐统计这人民的不是我吗 是我犯了罪 行了这大恶 但这羊群做了什么呢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家族 不可把瘟疫降在你子民的身上 耶和华的使者 吩咐迦德去告诉大卫 叫他上去 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 大卫就照着迦德 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 那时阿尔南正在打麦子 阿尔南转过身来 看见了天使 就和他的四个儿子 一起躲藏起来 大卫来到阿尔南那里 阿尔南看见大卫 就从河场上出来 脸浮于地 向大卫下拜 大卫对阿尔南说 请把这块河场的地让给我 我要在这里 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 请你算足驾银让给我 使民间的瘟疫可以止息 阿尔南对大卫说 只管拿去吧 我主我王 看怎样好 就怎样行吧 你看 我把牛给你做繁祭 把打合的用具当柴烧 拿麦子做素祭 这一切我都送给你 大卫王对阿尔南说 不 我必赵族驾银向你买 我不能拿你的东西 献给耶和华 也不能把没有付代价的东西 献上做繁祭 于是大卫乘了六千八百四十克金子 给阿尔南 买了那块地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祭坛 献上繁祭和平安祭 他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从天上降火在繁祭坛上 耶和华吩咐使者 他就收刀入鞘 那时 大卫见耶和华 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应允了他 就在那里献祭 摩西在旷野所作耶和华的帐木和繁祭坛 那时都在积变的高地 只是大卫不敢上去求问神 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 于是大卫说 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 这就是给以色列人献繁祭的坛 历代至上 第22章 大卫吩咐人 着急住在以色列地的外族人 又派石匠开凿石头 要建造神的殿 大卫预备了大量的铁 做门扇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了大量的铜 多得无法可称 又预备了无数的香薄木 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 给大卫运来了很多香薄木 大卫心里说 我的儿子所罗门年幼逝浅 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 必须宏伟辉煌 名声荣耀传遍各地 因此 我必须为这殿预备材料 于是大卫在为死以前 预备了很多材料 大卫把他的儿子所罗门 召了来 吩咐他要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大卫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 我心里原想为耶和华 我的神建造殿宇 只是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流了许多人的血 打了很多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 建造殿宇 因为你在我面前 流了许多人的血在地上 看啊 你必生一个儿子 他是个和平的人 我必使他得享太平 不被四为所有的仇敌骚扰 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 他在位的日子 我必把太平和安宁 赐给以色列人 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他要做我的儿子 我要做他的父亲 我必建立他的国位 永远统治以色列 我儿啊 现在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照着他应许你 建造耶和华 你的神的殿宇 神愿耶和华赐你聪明和智慧 使你治理以色列的时候 谨守耶和华 为耶和华的店预备了金子三千四百公顿 银子三万四千公顿 铜和铁多得无法可乘 我又预备了木材和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此外 你也有很多匠人 凿石的人 石匠 木匠 和能做各样工作的 巧手工人 以及金匠 银匠 银匠 铁匠 多得无法可数 你当起来做工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又吩咐 以色列的众领袖 帮助他的儿子索罗门 说 耶和华 你们的神 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不是使你们四尽都安宁吗 因为他已经把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 这地 在耶和华和他的子民面前被制服了 现在 你们要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当起来 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把耶和华的约柜 和神的神圣器皿 都搬进为耶和华的名 所建造的殿域中 历代至上 第23章 大卫年老 授数将近的时候 就立他的儿子索罗门做王 统治以色列 大卫召集了以色列的众领袖 祭司和立位仁 立位仁自三十岁以上的都被数典 按统计 他们南丁的数目 共有三万八千人 其中有二万四千人 监管耶和华定语的工作 有六千人做官长和审判官 有四千人做守门的 又有四千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赞美耶和华 大卫把立位的儿子格顺 哥侠和米拉利的子孙 分成班次 格顺的子孙 有拉旦和世美 拉旦的儿子是 长子 亚歇 还有西坦 和约尔 共三人 世美的儿子 有士罗密 哈靴 和哈兰 共三人 以上这些人 是拉旦家族的首领 世美的儿子 是雅哈 西拿 耶乌施 和比利亚 这四人 都是世美的儿子 雅哈是长子 西萨是次子 耶乌施 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 所以合为一个家族 同归一个班次 格侠的儿子是 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和乌靴 共四人 暗兰的儿子 是亚伦 和摩西 亚伦和他的子孙 永远被分别出来 献上至圣之物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服侍他 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永远 至于神人摩西 他的子孙 记在利未之派的册上 摩西的儿子 是格顺和以利以谢 格顺的长子 是西部叶 以利以谢的儿子 是利哈比亚 以利以谢 没有别的儿子 利哈比亚 却有很多儿子 以斯哈的长子 是士罗密 西伯伦的儿子 是长子 爷利亚 次子 亚玛利亚 三子 亚哈西 四子 爷家面 乌靴的儿子 是 长子 米家 次子 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 是 摩利和 母士 摩利的儿子 是 以利亚萨 和 基士 以利亚萨死了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基士的儿子们 就是他们的亲族 娶了他们为妻 母士的儿子 是 莫利 以德 和 耶利摩 共三人 以上 这些 是 利未的子孙 按着 他们的家族 各家的首领 照着 南丁的名字 被赎点 二十岁以上的 都是办理 耶和华 殿的事物的 因为 大卫曾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已经使 他的子民 得享安宁 他自己 永远 住在 耶路撒冷 利未人 不必再 抬账目 和其中 所使用的 一切 器皿了 按着 大卫 临终 所吩咐的话 利未人 从二十岁 以上的 都被赎点了 他们的 职任 是协助 亚伦的子孙 办理 耶和华 殿的事物 管理院子 厢房 和 捷径 一切 圣物 以及 办理 神殿的事物 又管理 陈设饼 素季 细面 或 无效 薄饼 或是 煎盘 烤的 或是 用油 调和的 以及 管理各种 凉度的 器具 每天早晨 要示力 称谢 和赞美 耶和华 每天晚上 也要这样 又要在 安息日 每月初一日 和指定的 节日 按着 树木 照着 规律 把 凡计 不住的 陷在 耶和华 面前 他们要 看守 会幕 和 圣所 以及 看管 他们在 耶和华 殿里 办事的 亲族 亚伦的 子孙 历代 至上 第24章 亚伦子孙的 颁次 如下 亚伦的儿子 是 拿达 雅比户 以利亚萨 和 以他玛 拿达 和雅比户 比他们的 父亲早死 又没有儿子 所以 以利亚萨 和 以他玛 做了 祭司 大卫 和 以利亚萨 的子孙 萨都 以及 以他玛的 子孙 亚西米勒 把他们的 亲族 分开 班次 按着他们的 职责 服侍 后来发现 以利亚萨的 子孙 比以他玛的 子孙 更多 做首领的 就把他们 分开 班次 以利亚萨 子孙中 做首领的 按着他们的 家族 有 十六人 以他玛 子孙中 做首领的 按着他们的 家族 有 八人 以抽签的 方式 平均的 把他们 分开 因为 在 以利亚萨的 子孙中 和 以他玛的 子孙中 都有人 在圣所 做领袖 以及 在神面前 做领袖 做书记的 立位人 拿坦业的 儿子 士玛亚 在君王 领袖 萨都 祭司 雅比亚 他的儿子 雅西米勒 以及众祭司 家族 和立位 家族的 首领 面前 把他们的 名字 记录下来 在以利亚萨的 子孙中 有一家族 被选取了 在以他玛的 子孙中 也有一家族 被选取了 第一签 抽出来的是 耶和雅历 第二签 是 耶大雅 第三签 是 哈林 第四签 是 梭林 第五签 是 马基亚 第六签 是 米亚民 第七签 是 哈格斯 第八签 是 雅比亚 第九签 是 耶书亚 第十签 是 释迦尼 第十一签 是 以利亚石 第十二签 是 雅金 第十三签 是 胡巴 第十四签 是 耶士 比亚 第十五签 是 比加 第十六签 是 櫻麦 第十七签 是 西西 第十八签 是 哈辟西 第十九签 是 皮他西亚 第十签 是 以西节 第二十一签 第二十一签 雅金 第二十二签 是 加 末 第二十三签 是 地来亚 第二十四签 是 马西亚 这就是 他们的班次 是 是 是 照着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借着 他们的祖宗 亚伦 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 耶和华的殿 办理事物 丽卫 还有其他子孙 岸兰的子孙中 有 舒巴耶 舒巴耶的子孙中 有 耶西迪亚 至于 利哈比亚 利哈比亚的 众子中 长子 是 伊士亚 以斯哈的众子中 有 士罗摩 士罗摩的众子中 有 亚哈 西伯伦的儿子 是 长子 耶利亚 次子 亚玛利亚 三子 亚哈西 四子 耶加面 乌靴的众子中 有 米加 米加的众子中 有 沙蜜 米加的兄弟 是 耶西亚 耶西亚的众子中 有 萨迦利亚 米拉利的儿子 是 莫利 母士 亚西亚 亚西亚的儿子 是 比诺 米拉利的众子中 有 亚西亚的儿子 比诺 朔 朔寒 萨科 和 伊比利 莫利的儿子 是 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 没有儿子 至于 基士 基士的众子中 有 耶拉面 母士的儿子 是 莫利 以德 和 耶利摩 以上这些 都是 立位的子孙 按着 他们的家族 记录 他们在 大卫王 萨都 亚西米勒 以及 祭司和 立位人的家族 首领面前 也抽了签 好像 他们的亲族 亚伦的子孙一样 各家族首领 和他们年幼的兄弟 都一样 抽了签 历代至上 第25章 大卫和军队的领袖 也给亚萨 西曼 和 耶杜顿的子孙 分派了任务 叫他们用情色 想拔 说预言 他们任务的人数如下 亚萨的儿子 有 萨科 约瑟 尼探亚 和 亚萨利拉 亚萨的儿子 都归 亚萨指挥 遵照王的旨意 说预言 至于 耶杜顿 他的儿子 有 姬大利 西利 耶杀亚 世美 哈沙比亚 和 马他提亚 共六人 都归他们的父亲 耶杜顿指挥 耶杜顿 用情说预言 称谢 和赞美耶和华 至于 西曼 他的儿子 有 布基亚 马探亚 乌靴 西布叶 耶利摩 哈纳 哈纳尼亚 哈纳尼 以利亚他 基大利提 罗曼提以谢 约师 比加沙 马罗提 和提 和马哈秀 这些人 都是西曼的儿子 西曼是王的先见 照着神的话 高举他 神赐给西曼 十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这些人 都归他们的父亲指挥 在耶和华的殿里歌颂 用响拔和琴瑟 在神的殿侍奉 亚萨 耶杜顿 和西曼 都是由王指挥的 他们和他们的亲族 在歌颂耶和华的世上 受过特别训练 精于歌唱的 人数共有二百八十人 这些人 无论大小 不分师生 都一同抽签 分班次 第一签抽出来的是 亚萨的儿子 约瑟 第二签 是基大利 他和他的兄弟 儿子 共十二人 第三签 是萨科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四签 是伊喜利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五签 是尼探亚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六签 是布基亚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七签 是耶萨利拉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八签 是耶萨亚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九签 是马太亚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签 是士美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一签 第十一签 是亚萨烈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二签 是哈沙比亚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三签 是书巴耶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四签 是马太提亚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五签 是耶利摩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六签 是哈拿尼亚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七签 是约施 比加沙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八签 是哈拿尼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十九签 是马罗提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二十签 是以利亚他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二十一签 是合提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二十二签 是基大立体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二十三签 是马哈秀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第二十四签 是罗曼提以谢 他和他的儿子 兄弟 共十二人 历代志上 第二十六章 守门的人的班次 如下 可拉家族 亚萨的子孙中 有可立的儿子 米施利米亚 米施利米亚 有几个儿子 长子 是萨加利亚 次子 是爷迭 三子 是西巴蒂亚 四子 是爷提涅 五子 是乙兰 六子 是约哈南 七子 是乙利约乃 俄别以东 有几个儿子 长子 是士玛雅 次子 是约萨拔 三子 是约雅 四子 是沙甲 五子 是拿坦叶 六子 是亚米利 七子 是以萨加 八子 是皮乌利太 神实在赐福 给俄别以东 他的儿子 士玛雅 也生了几个儿子 都是管制 他们的家族的 因为 他们都是 英勇的战士 士玛雅的儿子 是俄德尼 利法义 俄贝德 和以利萨巴 以利萨巴的兄弟 以利护和西马加 都是勇士 这些人 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兄弟 都是有能力办事的人 俄别以东的子孙 共有六十二人 米斯利米亚 有儿子和兄弟 都是勇士 共十八人 米拉利的子孙 和萨 有几个儿子 长子是申利 申利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 立他做长子的 次子是西勒家 三子是底巴利亚 四子是萨加利亚 和萨所有的儿子和兄弟 共十三人 以上这些都是守门人的班次 无论是首领 或是他们的亲族 都在耶和华的殿里 按班供职 他们无论大小 都按着他们的家族抽签 看守各门 抽出守东门的签的 是士利米亚 他的儿子萨加利亚 是个聪明的谋士 他们为他抽出了 守北面的签 俄别以东守南门 他的儿子守库房 书聘和和萨守西门 以及在斜路上的沙利基门 守卫的人相对而立 守东门的有六个立位人 守北门的每日有四人 守南门的每日有四人 守库房的两人一组 在西面的前廊 有四人在大路上 在前廊那里有两个人 以上这些人是可拉子孙 和米拉利子孙守门的人的班次 他们其他的立位亲族 就管理神殿里的库房 和圣物的库房 格顺家族拉旦的子孙中做首领的 有格顺家族拉旦的子孙 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和他的兄弟约尔 掌管耶和华殿里的库房 至于安兰家族 以斯哈家族 西伯伦家族和乌靴家族也各有职守 摩西的孙子 这是罗密和他的兄弟 掌管库房里的一切圣物 就是大卫王 众家族首领 千夫长 百夫长和军长所献的圣物 他们把在战场上掠夺的财物献上 用作修建耶和华的殿 撒姆尔先建 基氏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席鲁亚的儿子约亚 所分别为圣的一切 以及一切分别为圣的物 都归士罗密和他的众兄弟掌管 以斯哈家族 有基纳尼亚和他的众子 在圣殿外做官长和审判官 治理以色列人 西伯伦家族 有哈沙比亚和他的亲族 共一千七百人 都是勇士 主管约旦和西 以色列帝 耶和华的一切执事 和王的任务 西伯伦家族中 有做首领的耶利亚 是按着他们家族的族谱 做西伯伦家族的首领的 大卫在位第四十年 经过调查 在激烈的雅谢 从这家族中找到英勇的战士 颜利亚的亲族 有二千七百人都是勇士 各家族的首领 大卫王派他们管理 刘本之派 迦德之派 和马拿西半个之派 一切有关神和王的事物 以色列人各家族的首领 千夫长 百夫长 和服侍王的所有官长 都按着他们的数目 分定班次 每年按月轮班 每班有二万四千人 负责正月第一班的 是萨巴蒂叶的儿子 亚硕班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他是法勒斯子孙中的首领 同管正月那一班所有的军长 负责二月那一班的是 亚哈西人朵代 他那一班还有副官密基罗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三月第三班的军长 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这比拿亚是那三十位勇士中的一位 管理那三十人 他那一班还有他的儿子 按米萨巴 四月第四班的军长 是约亚的兄弟 亚撒黑 接续他的 是他的儿子 西巴蒂亚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五月第五班的军长是 伊斯拉人 山河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六月第六班的军长是 提哥亚人一级的儿子 以拉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七月第七班的军长是 以法连子孙中 比伦人 西利斯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八月第八班的军长是 谢拉家族 护杀人 西比该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九月第九班的军长是 宾亚敏支派 雅拿图人 雅比以谢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十月第十班的军长是 谢拉家族 尼陀法人 马哈来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十一月第十一班的军长是 以法连子孙中的 彼拉顿人 彼拿雅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十二月第十二班的军长是 俄陀涅家族 尼陀法人 黑代 他那一班有二万四千人 掌管以色列各支派的记在下面 刘本支派的首领是 西基利的儿子 以利以谢 西缅支派的首领是 马家的儿子 世法提亚 立位支派的首领是 基姬利的儿子 哈沙比亚 亚伦子孙的首领是 哈沙比亚伦子孙的 尼陀佛 尤大支派的首领是 大卫的哥哥 和西亚 马拿西半个支派的首领是 皮大亚的儿子 约尔 激烈地 马拿西那半个支派的首领是 撒加利亚的儿子 亦多 变亚敏支派的首领是 亚尼尔的儿子 亚西叶 但支派的首领是 耶罗汉的儿子 亚萨烈 以上这些人是 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下的 大卫都没有登记他们的数目 因为耶和华曾经说过 要增添以色列人的数目 好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席鲁亚的儿子 约尔开始数点 但还没有完成 为了这事 耶和华的愤怒 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 所以 以色列的人数 没有记在大卫王的年路上 管理王的库房的 是雅迭的儿子 亚斯马威 管理郊野 城市 乡村 和望楼的仓库的 是乌西亚的儿子 约拿丹 管理耕田种地的 是基睿的儿子 以色列 管理葡萄园的 是拉玛人 世美 管理园里酒库的 是十福米人 是十福米人 萨巴底 管理高原橄榄树和桑树的 是基地利人 巴利哈南 管理油库的 是约阿施 管理在沙伦 木放的牛群的 是沙伦人 施提赖 管理在山谷的牛群的 是雅蒂赖的儿子 沙伐 管理骆驼的 是乙石马利人 阿比勒 管理驴群的 是米伦人 耶西迪亚 管理羊群的 是夏甲人 雅西 以上这些人 都是给大卫王 管理产业的官员 大卫的叔父 约拿丹 是一个谋士 这人很有智慧 又是一个精学家 哈摩尼的儿子 耶歇 是王仲子的老师 雅西多福 也是王的谋士 雅基人护筛 是王的朋友 雅西多福以后 由比拿雅的儿子 耶和耶大 和雅比亚他 接续他做谋士 约亚做王的元帅 历代至上 第28章 大卫把以色列的众领袖 各支派的领袖 轮班服侍王的领袖 千夫长 百夫长 掌管王和王子们 一切财产与牲畜的领袖 以及太监 显贵 和所有英勇的战士 都召集到耶路撒冷来 大卫王站起来说 我的兄弟 我的人民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我心里有意 要建造一所 安放耶和华的 约柜的殿羽 做我们的神的脚凳 并且 我已经准备好要建造 可是 神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 建造殿羽 因为你是个战士 曾杀人流血 然而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我父的全家 拣选了我 做以色列人的王 直到永远 因为他拣选了犹大 做领袖 在犹大家中 拣选了我的父家 在我父亲的众子中 他喜悦我 立我做全以色列的王 在我的众子中 因为耶和华 赐给我许多儿子 他拣选了我的儿子 所罗门 做耶和华的国位 统治以色列 耶和华对我说 你的儿子所罗门 要建造我的殿羽和庭院 因为我已经拣选他 做我的儿子 我也要做他的父亲 如果他坚心遵行 我的诫命和典章 像今日一样 我必建立他的国 直到永远 所以 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众 全体以色列人面前 我们的神也在垂听 你们勿要谨守和寻求耶和华 你们神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可以承受那美地 并且 遗留给你们以后的子孙 永远作为产业 至于你 我儿所罗门 你要认识耶和华 你父亲的神 一心乐意侍奉他 因为 耶和华见察万人的心 知道人的一切心思意念 你若是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若是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现在 你当谨慎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你建造殿羽 作为圣所 你要勇敢地去做 大卫把殿的走廊 房屋 库房 阁楼 内殿 和安放施恩座的圣所的图样 都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 又把他心中所想的图样 就是耶和华殿的院子 四周所有的房屋 神殿里的库房 和圣物库房的图样 都指示了他 又把祭司 和立位人的班次 耶和华殿里各样的执事 和耶和华殿里一切需用的器皿 都指示了他 大卫又指示了他用多少金子做各样需用的金器 用多少银子做各样需用的银器 用多少金子做金灯台和台上的金灯 用多少金子做每盏金灯台和台上的金灯 用多少银子都按照每盏灯台的用途 用多少金子做陈设柄的桌子 用多少银子做银桌子 用多少银子做盘和壶 用多少金子做各种金碗 每只碗重量多少 用多少银子做各种银碗 每只碗重量多少 用多少银子做银子 用多少银子做银楼 像车的样子 银楼帛展开翅膀 遮盖着耶和华的约柜 大卫说 以上这一切就是一切工作的样式 都是耶和华用手写给我 使我明白的 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 你要坚强勇敢地去做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 与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直到耶和华店的一切工作都完成 你看 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次 办理神殿里的一切事物 又有各种的巧匠 在各样的工作上 乐意帮助你 并且众领袖和所有的人民 都听从你的一切命令 历代至上第29章 大卫王对全体会众说 我的儿子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 现在还年幼事前 而这工程非常浩大 因为这店鱼不是为人建造 而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我为我神的店已经尽了我的力量 预备了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铜做铜器 铁做铁器 木做木器 还有红玛瑙用作相看的宝石 彩石和各样的宝石 以及很多大理石 不但这样 因我爱慕我神的店 就在我为建造圣殿 预备的一切以外 又把我自己积蓄的金银 献给我神的店 就是额匪金一百多公顿 金链的银子 约两百四十公顿 用来贴店里的墙壁 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以及匠人手所做的各样巧工 今日有谁愿意奉献给耶和华呢? 于是各家族的领袖 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 千夫长 百夫长 和管理王的事务的领袖 都乐意奉献 为了神殿里的虚用 他们奉献了金子一百七十多公顿 银子三百四十多公顿 铜约六百二十公顿 和铁三千四百公顿 有宝石的都交到耶和华店这库房 由格顺人也些经办 人民因这些人自愿奉献而欢喜 因为他们一心乐意奉献给耶和华 大卫王也非常欢喜 所以大卫在全体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的祖先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啊 尊大能力荣耀胜利和威严都是你的 因为天上地下的万有都是你的 耶和华啊 国度是你的 你超越万有 你是至高的 富足和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统治万有 在你的手里有力量和全能 人的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的手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要称颂你赞美你荣耀的名 我算什么 我的人民又算什么 尽有力量这样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只是把从你手里得来的奉献给你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履 是寄居的 像我们的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隐儿没有指望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我们预备的这一切财物 要为你的圣名建造电雨 都是从你而来的 也都是属于你的 我的神啊 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 至于我 我以正直的心 甘愿奉献这一切 现在 我也非常欢喜 看见你在这里的人民 都甘愿奉献给你 耶和华我们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永远保守这一件事 就是使你的子民 长存这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求你赐给我的儿子所罗门 专一的心 谨守你的诫命 法度和律例 做成这一切事 用我所预备的一切 来建造电雨 大卫对全体会众说 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全体会众 就称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俯伏敬拜耶和华和王 第二天 他们向耶和华献祭 他们向耶和华献上繁祭 那一天 他们献了公牛一千头 公棉羊一千只 羊羔一千只 以及同献的殿祭 又为以色列众人献了许多祭 那一天 他们十分喜乐的 在耶和华面前吃喝 他们再次表示 永利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做王 告他为耶和华做君王 又告萨都做祭司 于是所罗门 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 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 他凡事亨通 以色列众人都听从他 众领袖和勇士 以及大卫王的众子 都顺服所罗门王 耶和华使所罗门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非常尊大 又赐给他君王的威严 胜过在他以前所有的以色列王 耶西的儿子 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 大卫做王统治以色列的日子 共四十年 他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大卫年纪老迈 寿数满族 想尽富足和尊荣才去世 他的儿子所罗门 接续他做王 大卫王一生始末的事迹 都记在撒姆尔先见的书上 拿丹先知的书上 和迦德先见的书上 还有他治理的一切国事 他的英勇事迹 以及在他身上 和以色列并各地列国发生的事迹 都记在这些书上